今年突发疫情让大家都措手不及 不得不说这场疫情让大家再次看到了祖国的强大 现在大部分人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 不过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出门 每年春节高速都是免费通行的 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一开始国内高速免费到1月31号 但是由于疫情严重 所以时间一直在调整 2月17号开始高速公路又一次免费 这次的免费时间是到疫情防控结束 很多人比较纠结于具体的截止时间 专家说暂定6月30号 对于大多数的车主来说 这是一个福利 现在不管是什么车辆 大家常见的货车 私家车 摩托车等车辆 只要是上高速都是免费通行的 此次免费针对的是所有车型 不过现在大家上高速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并且佩戴口罩 如果车上人员或者是司机没有佩戴口罩的话 是禁止上高速的 虽然说高速免费是好事 但是很多网友也比较担心 难道疫情到6月底才能好 此次疫情要比大家想象中严重 大家一定要减少出门 出门佩戴口罩 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给国家天了 安安分分的生活 你们怎么看